杭州临平区镇南街上有家极易新美容美发店 姚女士说2018年她过来理发 当时购买了美容服务 还有三次护理没有做 今年三月份她再次过来 三次快做完的时候 就来了一位经理 他叫我推荐做子竹 想达到一个去豆的效果 然后来到了楼上的一个美容部 我说那就试试吧 当时的消费是六千八 你要是身体什么什么不好 你可以都把我作为一个垃圾桶 你可以对我说 那个美容师跟我说 后来我就一直跟她掏心掏肺的说 就护肤的习惯 姚女士说 子竹是针对豆豆的面部排毒项目 做完之后又陆续在店内 购买了身体护理项目 包含90次护理 关于这个身体的护理 我就已经花了三万零七百二十块钱了 加上子竹都已经有三万六千多了 连个发票也没有 合同也没有 我还问她了 我说保不保证效果 她说不保证 因为每个人的代谢情况 身体素质都不一样 但是我当时非常迫切的 想要我自己心里变好 姚女士说 她每次来都会签到 目前只做了二十多次身体护理 现在下巴的痘痘还在 做身体护理时也出了问题 诉求就是我想申请全额退款 原因我是 一是没有效果 二两边贴了他们的一个 问就贴全部起水泡 姚女士提供了一张照片 肚子位置有一个水泡 起水泡的具体时间 她说记不清了 姚女士在父亲的陪同下 找到极易新美容美发店 店员说坐在这里的这位是负责人 这位自称是客人的男子 走到了柜台里面 改口说自己就是负责人 姚女士提供了一份 肖保委投诉调解协议书 调解时间是今年五月份 主要内容是 姚女士在接受洗头服务时产生纠纷 达成协议如下 一 消费者16800元美容套餐 尚有一万元没有结清 扣去揭发损失赔偿3000元后 另减免3500元作为补偿 实际需结算余额3500元 二 商家向消费者转账500多元补偿金等 主要就去兜啊 而且当时也好了 事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五个月有了 难道你感冒 感冒了一次 我给你感冒治好了 然后你后期就一辈子不会感冒了吗 那那个效果用的什么产品 已经没有了 已经做完了的 后期的我们所有做生理的项目 我们是不是当时你爸在工商局 我们已经协调过了的 姿也签过了的 我现在是这是之后发生的 我这里用了产品 有伤疤 然后又不承认 就说我失气重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反正你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美容部在二楼 店长拒绝记者进入 记者询问发票合同之类的东西 店长说 这个得问美容部负责人无法提供 姚女士提到的签道表 他们也无法提供 她强调 所有项目已经服务完了 相关纠纷之前也调解达成了一致 不能满足姚女士全额退款的要求 姚女士再次把情况反映给了 乔思市场监管所 188黄剑记者报道